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这次对于Jeremy能够进前五的胜率又更加大了 见了两位重量级人物 Jeremy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这段原话是来自于Jeremy 他IG上的我圆圆板板的放给大家看 大概的翻译如下 副总裁与总裁说了 我现在的维度以及健体感是蛮符合联盟所要的 只不过我手臂的维度也就是我的山头过分大了 我需要把他的维度给减下来 背阔机尤其是下背阔机需要加强 以及提升我的经济状态 为什么这一次总裁以及副总裁会邀请到Jeremy来到彼此堡 那根据线索以及我网上所看到的 就是总裁以及副总裁他们的家族 Mainian家族开了一间健身房 那他们就特别邀请了Jeremy来当开幕嘉宾类似这一种 听到这里你们会在想副总裁与总裁有什么关系 对他们是有血缘关系 而且就好像你们所看到的是Mainian家族 副总裁他就是总裁的孙子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总裁以及副总裁看好的成绩都不会太差 见到了副总裁与总裁 当然也少不了给Jeremy一个个人采访的机会 上他们的官方网站 这个采访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了 现在的男子健体即将推出身高体重限制 Jeremy也了解到他的身高非常适合 所以他的体重不能太过超标 但是之前不是说了吗? 总裁与副总裁前面都说了 他的维度是刚刚好 只不过他们是暗示他需要把他脚的维度给减下来 那样他明年过程就绝对不是问题 看到了这里 你们还觉得Jeremy今年能不能进到前五呢? 欢迎你们都把你们的意见打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发现的非常搞笑 就是现任的奥赛冠军没有三头 而曾经世界的奥赛男子前提冠军 却被说三头太大 这个反差实在是太过鲜明了 那看了总裁与副总裁对于Jeremy的评价 我们就来看看葡萄牙职业赛 首期裁判对于金波的评价吧 金波就写了感恩遇见 去往海滩途中 差巧遇到主裁也是22年Japan Pro的主裁 对于我的进步给予了肯定 也建议我接下来好好加强背部 今后会很有竞争力 找到问题总结 并找到突破方案 一步一个脚印往上攀登 那就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一样 金波输给其他黑人最大的原因 就是黑人的背部基因天赋 实在是太强了 不过有一说一 波哥 仅仅半年的时间 他的进步实在是太过明显了 正面的胸更厚了 整体腹肌的刻度也更加的深更加的强 背部嘛 其实也是进步很大 虽然两个的站姿采用了不一样的方法 在葡萄牙职业赛是采用了后仰 而在日本是比较板正的 没那么后仰的展背 不过有一点非常确定的是 背更加厚了 而且青根更加的多 也就是细节更加的好 大小圆肌也更加的外翻 和自己比 进步是非常的大 就好像主裁判所说的 不过和黑人相比 还是有一段距离 正面 进步很大 刻度也更加好了 那接下来就迎来背面的进步 其实还有一点不懂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金波的进步不仅仅是上半身 下半身的进步也是非常的好 整体腿的维度更加的粗了 使他整体的比例看起来更加的协调更加的好看 而且我也上网看了看葡萄牙职业赛那一个成绩 在网上许多人说 判给第一第二名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第三名不判给金波 实在有点输不过去 我看了看那一个打分卡 其实金波无论是在预赛或是决赛的时候 都与第三名只是相差一分 金波各在预赛和前赛是拿了11分 第三名是拿了10分 也就是说 在众多裁判当中 至少有两位也认为金波是应该拿下第三名的 就和大部分的观众所想一样 但是最后还是抵不过 背部比较好的第三名就判了给他 他就显身了金波一点点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金波 有没有想过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每比一场比赛 他都是在进步的 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健美爱好者 低调训练 刻苦耐劳 而且人又长得帅 身材又好 有什么原因 我们是不喜欢金波呢? 好了 下一个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陈康最新的体态更新 哇操 那个肩膀 比之前更大了 就从他抖音的视频 发布当中就看得出了 很多训练视频都是关于肩膀 这就看得出 康生今年是想把他的肩膀搞大 搞成南瓜肩 这有可能是因为康生他的手臂过分粗大 所以就相对于显得他的肩膀 显得比较小 其实他的肩膀肉量是很强的 而且我看了陈康这个体态更新 我只想说我的妈呀 维度实在是太大了 可能比之前肉量涨了不少 那我也从评论区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回复 就是康生说可能过多几年他就要转打打无差了 那岂不是中国健美圈两兄弟 平云荣与陈康两位都要打无差了 那说真的我非常期待看到两位同时站在奥赛的舞台上 陈康也说了他这种思思入扣的经济状态 他竟然还说还没到达60% 果然世界级的就是世界级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陈康同时也放出了一个视频 视频类另外一个主人公 他是今年温哥华职业赛的古典冠军 也是去年陈康打败的John Lee 这位小哥他已经是获得今年直通奥赛的资格了 陈康只是筹备着迪拜古典职业赛 这一场陈康非常牛逼 他完全是没有脱水的情况下 就赢下了去年22年的温哥华职业赛 而且我们也感觉得出陈康虽然没有脱水 但是他确实是比隔壁的亚军John Lee来的更干 经济状态也是更加的好 肌肉形态 形体 美感 古典感 刻度 纹理 都是比赚力来的更加的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的陈康他是拿下了温哥华职业赛冠军 获得直通奥赛资格 康生的火箭腿就是火箭腿 股市非常的外抛 果然是古典内股市头最强的一位 希望看到陈康在击败职业赛最终的古典形态 能够一鸣惊人 无论成绩如何 至少我们都懂 陈康今年 他的正面是进步了 尤其是他的肩膀 就好像金波一样 胸部更加的厚 腹肌的磕度更加的好 每一位国内的职业运动员 每一场都在进步 这一点是好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用我的专属折购买Nexec去购买任何mine protein的产品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